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钱越来越少了 如果今天中了100万的jackpot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用 大部分的朋友都会立刻去车行选购一辆2-30万的名车 现金买下 再选购一套5-60万的房产自助 当然也是cashbuy了 剩下的10-20万存在银行慢慢用 可是钱来得容易也去得快 只要你习惯了挥霍和享受 开销越来越大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持续刷卡超额消费 债务越滚越大 可能连车也要卖了 换两小车 再不行的话 可能连房产也卖了 租房住 有些人说可以拿房产去做refinance 但是如果工资不高 没有贷款资格 银行也不愿意批准贷款 同样中了100万的jackpot 专业房产投资者会怎么做呢 首先用三个月的时间 把贷款资格和信用弄好 然后找一间5-60万 符合投资需求的房产 一般是拍卖或二手房 不买现金 像银行贷款 如果贷款的资料不足 可以放定期存款做supporting 交物后 翻新出租 最好装修是符合纳区的出户需求 租金回酬2500-3000 记得一定要签tenancy agreement 然后交印花税 这样第一间的房产投资就完成了 因为有了第一间的房产tenancy agreement 证明你的收入来源 不影响DSR 当你申请第二间房产贷款时 也能轻易批准 以第一间的投资手法 买下装修出租合同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间房产投资 接着才是享受的时刻 物色自己喜欢的房产 买下自助 第三间房产依照条例 只能够贷款70% 如果还想继续投资 不想消耗太多的现金 这时能够挑选一些 高回酬优惠的新项目 或能够报告SPA的二手房产 如果只想贷款50% 或现金买下 就能用EPF account 或取出资钱放在银行的FD 如果需要 还能购买一辆自己喜欢的汽车 剩下的钱 可以选择投资 回酬稳定的资产 如蓝筹股 或房产信托基金等 同样遇上了幸运之神 中了100万的jackpot 5年后的生活品质 会不会打回原型 或成为了富一代 完全取决于你的金钱思维 你又会如何使用这100万呢 欢迎留言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掌握 房产秘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